最新消息 乌克兰与美国布莱德金融市场咨询公司签署协议 启动乌克兰发展基金 将免费接手乌克兰能源、基建、电网、农业投资 甚至乌克兰全部国企 而且是免费接手 简直太离谱了 国企都是什么企业 那是关乎一个国家国际民生的企业 能源、水电、交通、粮食 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 所以和平时期 任凭私人资本怎么发展 有些领域国家是绝对不会让你碰的 这些领域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能够稳定 人民能够生存的基本保障 我们举巴西的例子 大家知道巴西是个农业大国 地大物博 并且拥有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平原 亚马逊平原 巴西大部分国土都处在热带地区 降水充沛 非常适合种植粮食 事实上同样如此 2021年世界各国粮食出口 巴西排名第二 要知道巴西只有2.14亿人口 所以巴西粮食的人均产量非常高 是印度的6倍 是咱们中国的3倍 但是说出来 各位可能不太敢相信 据统计 巴西居然有3310万人 面临严重断粮危机 有将近一半的巴西人 处于勉强吃饱饭的状态 是不是特别离谱 前不久 巴西总统卢拉上任 就职当天 卢拉气不成声 卢拉说 如果任期结束时 每个巴西人能吃上饭 我就完成了使命 是什么东西 造成了巴西今天的困境 那当然又是臭名昭著的 美国佬为首的国际资本 当年巴西在老美的忽悠下 开始国内外全方位改革 改革完 美国佬就开始进场割韭菜了 什么土地矿产 资本进场拼你收购 收购完就开始打击起生产 然后就是农民失业 工人下岗 农民没有土地 没有就业 拿什么买粮食 巴西粮食是很多 但是你巴西农民没钱买啊 你巴西政府敢打倒美国资本 给巴西老百姓 重新分配土地吗 人家大资本 有美国政府这条看门狗呢 谁动咬谁 所以准确来说 美国佬实在不是个东西 说起来可笑 巴西城市化率高达86% 因为农民没有了土地 只能进城了 所以今天的巴西老百姓特别惨 连饭都吃不饱 更别谈其他 只能大量流落街头了 所以巴西总统卢拉 上任就职当天 直接就哭了 因为他太委屈了 巴西在农业领域 占据天时地利 粮食出口 常年排名数一数二 结果到最后 巴西国内还有这么多人 吃不饱饭 流落街头 这一切实在是太讽刺了 巴西这样的国家 全球可不止一个 到这儿咱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咱们国家的土地 不允许自由买卖了 尤其是农村的土地 不是国家抓住不放 而是一旦开放给资本 很快就会形成垄断 然后一旦有人利用 那麻烦就大了 别的不说 到时候大量农民 把土地卖了 进城打工 一旦失业了 是不是连条退路都没有 你没工作 就没钱租房子 那最后 就只能流落街头了 不是吗 最基础的温饱 都得不到解决 做监犯科 必然会越来越多 那么整个社会 就再也没有安定可言了 这种情况下 外部势力冲进来 再搞个什么颜色革命 那就简单多了 最终结果 就是你们国内的优质资产 全部被外部势力收割 留下一片废墟 和长期混乱的局面 所以咱们还是要提示大家 包括各位 也要跟身边的人多交流 任何时候 一定要支持政府 尤其是中央政府 做出的任何决定 因为咱们大的政策 一定是国内最优秀的智囊团 历经深思熟虑 最后领导拍板才出台的 增值一定只有一个 那就是 总体有利于祖国 有利于人民 很多事情 咱们可以看不懂 国家也不便直接说 我们直接支持就好了 再说回乌克兰 现在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一句 乌克兰这个国家 目前来看 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 国内打成一片废墟 那还有什么主权可言 无论是今天的乌克兰 还是战争结束后的乌克兰 当然了美国佬不是直接明抢的 未来的公司 免费接受乌克兰这些国企后 是要帮助乌克兰还清债务的 乌克兰最大的债主是谁呢 美国呀 你乌克兰打仗时 美国佬不是把那堆 淘汰掉的破铜烂铁 拉过来支援你了吗 你得还债呀 就拿你国家的核心支柱产业 所有国企来还 一场俄乌冲突 乌克兰被美国彻底掏空了 所以我说 美国佬的无耻程度 不断突破下线 俄乌冲突这还没结束呢 美国佬就着急收割了 乌克兰军队还在前线冲锋陷阵 结果回头一看 家没了 很多人今天还在关注 俄乌冲突的正面战场 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这场战争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已经在战场之外 逐步兑现了 作为这场冲突最大的策划者 美国佬这波 在经济上又大赚了一笔 但是在政治上 美国佬却输得很惨 我们可以说 一场俄乌冲突 为美国佬这种反人类发展模式 日后的灭亡 又埋下了一颗巨雷 整场冲突 乌克兰士兵冲锋陷阵 在最前线 死伤无数 最终却失去了所有 美国借机卖机器轻库存 乌克兰国内所有资产 全部落入了美国佬的口袋 整场冲突 美国的欧洲盟友出钱出力 不用俄罗斯的廉价能源 被迫去买美国佬的高价能源 搞得自己制造业成本大幅提升 国内通胀严重 产业资本大幅外流 最终却什么都得不到 整场冲突 美国佬不讲国际规则 疯狂制裁俄罗斯 甚至直接下场 公然抢劫俄罗斯的海外资产 让人打跌眼镜 把很多海外大佬 吓得连夜卷铺盖跑路 这样的美国佬 虽然在经济上赚得盘盘钵满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今世界四个国家 包括美国盟友 都想一锤子砸碎了美国佬 你们看新闻应该都知道 这两天 法国街头出现了大规模混乱 表面看是法国警方 开枪杀死了一名北非裔少年 引发争议 但是何至于引发如此规模暴乱 整个法国到处都在放火 大量枪支弹药遭到抢劫 几千辆汽车被焚毁 数百座建筑物被破坏 这不颜色革命老套路吗 要说这背后没有组织 鬼都不信 咱们都知道 前段时间马克龙访华了 受到我们高规格接待 中法还签订了很多打单 马克龙现在主导的 就是法国国家的独立性 战略自主 不做美国附庸 美国老当然不能接受了 不搞你搞谁 短期来看 目前发生的一切 对法国人很不利 但是眼看着 作为美国老的盟友 居然还能被美国老利用完之后 按在地上收割 马克龙还是选择勇敢地站出来 打响了欧盟 反对美国霸权的第一强 法国醒悟了 虽然这两天 法国一片混乱 但是长期来看 长痛不如短痛 马克龙无疑是为法国的未来 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总的来看 跟美国老混 乌克兰已经被榨干了血 名存实亡了 美国的欧洲盟友 被美国收割到怀疑人生 美国老短期大赚了一笔 但可笑的是 依然不足以填补 国内巨大的财政漏洞 与此同时 尽时公道人心 今天所谓的美国盟友 有一个算一个 已经都快被逼反了 跟着美国混 什么都得不到 还有倒贴 甚至还得亡国 美国盟友们在心底里 纷纷表示 去他大爷的吧 这就是今天的美帝 这样的美帝 距离亡国还远吗 咱们可以很确切的讲 美帝死的那天 一定特别特别惨